她是那种典型的恋爱体质 身边最不缺的就是男人 而且非常喜欢脚踏两只船 所以有些男友知道后 往往接受不了她的这种不爱 但她是真的爱每一个男友了 她越是这样深情 男友就越是感觉智商受到了侮辱 每到这个让人痛苦的时刻 她都会急切地想见另一个男友 这就是她独特的试炼疗法 而这套疗法背后的理论是 男人必须侮辱了生物 女女必须受到傷 再一个人 男人必须要留下男人 她叫独岛百合子 白天是一位穿着素色职业装的菜鸟记者 晚上是一位很懂情趣的小妖姐 试炼回到家的她 先是美美地洗了个澡 然后化了点小淡妆 接着换上性感睡衣 再把配套的小奶奶喷上香水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 她会坐在沙发上读着政治理论 等自己同居四年的初恋回家 每次失恋后听到初恋敲门的声音 她都会非常高兴 初恋又是那种爱搞怪的男孩 所以现在的她愈发幸福 其中还夹杂着那种 需要男人抚慰受伤心灵的迫不及待 初恋教辅美登里 是一位还没有出名的歌手 她写了一首献给百合的歌 抱きしめさせて このままずと 朝が来るまで 二人でいたいんだ 抱きしめさせて このままずと 其实百合心里非常清楚 美将能喜欢她这种女生 实属自己百年修来的福气 而美将呢 也知道她这是又被男人甩了 而且还十分清楚 她这样做的原因 男人を信じられる日が来るといいね 但每一个深情的人 都会有被伤到绝情的那一天 这是她当记者的第一天 想借车窗整理妆容 却没想到里面有人 而这个人正是 时下呼声很高的黑田艺人 接着大人物们相继到场 作为初入职场的菜鸟 她只能靠小本本 来确定每一个大人物的名字和职务 这时她注意到一个人 同事告诉她 那是记者中的特权阶级 每个政治家身边都有一堆记者 而那个人却能单独和大人物对话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这是政治博弈最为严重的国会 作为其中一家报社的小记者 她的任务就是扎根在国会 从某个政治家身上获得一手资料 这样才能让报社独家报道 眼前的男人是报社的老大安齋桑 简单的问候后 她交给百合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那就是负责跟进黑田艺员 但初次见面 她就被难以揣夺的政治家问懵了 随后着急忙慌地取材时 又问了一句很是唐突的话 这让身后的男人忍俊不禁 黑田只是冷漠地看了她一眼 这一眼让她思绪万千 接着她又冲了过去 只是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 她的小身板完全挤不进去 而且在往前几时还被楼梯半长了 好在这时那个男人又出现了 在拥挤的人潮中 她像骑士般保护着身边弱小的女孩 那一瞬间她应该是有点心动了 休息时 看到男人再次单独和大人物谈话 扭头的一瞬间 两人的眼神也再次碰上 缓过神后 她很是好奇男人的身份 前辈告诉她 男人是共和新闻的小金 也在跟进黑田 属于记者中最牛的那种人 看到小金出去后 她远远地跟在后面 心中不断地告诫自己 私には私なりのルールがある 二股や三股をかけるときは 必ず相手に伝えてから付き合う そして不倫はしない 不倫によってどれだけの人が傷つき どれだけのものを失うのか 私は知っているから だから 彼とは 恋愛できない 絶対に 她是一个可以同时 叫多个男友的奔放女人 心门随时敞开着 无论对方是遭人嫌的穷光蛋 还是先弱单纯的小屁孩 她极端地认为 穷光蛋是她目前的固定男友 同居四年 是她最喜欢的 也是最纵容她的 被小屁孩无情甩掉后 本着身边至少要有两位男士的园子 她决心再找一个 大壮士一名健身教练 天生就喜欢她这种柔弱娇小的类型 而且内心还住着个文学少年 这种极具浪漫主义的回答 一下戳中了百合的小星星 趁此机会 大壮士来了个正式表白 正直空荡漆的百合自然不会拒绝 但丑话得说在前头 看来大壮士把这当成测试她的爱情帖了 百合也是很无语 但看着大壮兴奋的背影 她又很是欣喜 因为她又给一个男人找到了家 于是两人快乐地奔向了幸福的车站 回到明争暗斗尔与我诈的国会 她依然是那个拼命取材的小记者 只是转身的那一茬 她又碰到了那个男人 那个让她心痒但又不能动情的小金 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 但原则向来都是用来打破的 当你盯着一个人目不转睛时 那个人又怎会不知道你那点小骚动呢 只不过有的人喜欢放长线钓大鱼而已 今天又拯救了一个孤独的灵魂 百合将开心得不得了 为此她还特意给初恋做了宽面主 等美将回来后 看到这充满爱意的汤面 果然立马陷入了一阵欢喜中 每次只要百合将异常地开心 美将就知道是有喜事发生了 只不过这次的喜事有点猛 但让百合将没想到的是 一向纵容她的美将 这次竟然反常地生气了 于是在这样的温柔公事下 美将再次选择了忍受 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痴爱吧 就像她唱的那首歌 百合将有个判断爱情的独特方法 牛角包是她特别喜欢吃的食物 因此从男人的吃法中 就可以看出她爱女人的方式 美将喜欢温柔地掰成小块 然后涂抹黄油送进嘴里 细细品味其中美味 例如她无论什么时候 都会温柔地对待自己 但她的内心还是希望遇见一个 能和她吃法一样的命中注定 一边说着最近有没有上过床的下流 一边用手摸着她的大腿 她选择了彻底摆了 男人们赞叹着她的放荡不羁 女人们比喻着她的不知廉耻 肆意的侮辱还在继续 而她只能强颜欢笑借机离开 她不能当场翻脸 即便已经悲愤交加 直到看到老大进来后 她才倒出了内心的委屈 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些害群之马 更何况是那些掌握权力的政治家 老大认为我们只需要追随队的人 也就是那个受民众爱戴的黑田干事长 说罢还递给她一个地址 寻着地址 她来到一家极为简陋的理发店 而里面坐着的正是黑田 这一刻的她 似乎明白了自己当记者的意义 于是她又返回了那个公筹交错的利益场 但还是有些犹豫 这时小金出现了 成熟男人的魅力在于 她可以利用自己稳定的关系王 为那些职场菜鸟带来事业上的便利 尤其是记者这个需要搭关系的行当 干了几年的前辈都未必有这个机会 而百合子在小金的引荐下轻松就实现了 而且她还牢牢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利用之前的资料 她轻松说出了议员的家乡 并且攀谈起了家乡的习俗 逗得议员哈哈大笑 同时也让一旁的小金刮目相看 于是两人眼神交会间 也就有了更进一步的欣赏 聚会结束后 人群的拥挤让她贴在了小金身上 那一刻欣赏正在走向暧昧 临别之际 议员特意嘱咐小金 要把她的联系方式告诉百合子 第一次和大人物搭上线 百合子怎么会不开心呢 而接下来就到了她还温情的时刻 优秀的男人 总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 和让人喜欢的特质 但仅限于好男人 小金是个已婚男 她告诫自己绝对不能陷进去 但男人却告诉她 抱怨与老婆之间的关系 说着我会离婚的狠话 这不是全世界已婚男人 想搞外遇时的经典套路吗 这时小金突然看到了桌上的牛角包 百合子一脸惊讶 甚至很是期待接下来的画面 因为她可是在找和自己一样吃法的真命天子 结果小金的吃法 竟然真的和自己一模一样 我没有遇见到一样的男人 如果 遇见到一样 那人是一样的人 我没有遇见到一样的男人 我遇见到一样的男人 一生の愿意 我没有遇见到一样的男人 我没有遇见到一样的男人 我曾经想过一样的男人 不准备到一样的男人 我永迟无法会 所以 但是 雾 不愿意 不愿意 我愿意 做不到 不愿意 但当短暂的欢愉过后 她又意识到这是段极其危险的感情 而就在她想和小金说清楚时 同居的男友突然出现了 她是那种典型的恋爱体质 身边最不缺的就是男人 生活中她有相恋四年的潦倒歌手 健身时她有四肢发达的纯情教练 工作中又新交了一个 暧昧不清的已婚男 百合子的爱情可谓永远没有空窗期 每交一个男友 她都会很诚实地告诉人家 纯情教练以为是测试感情的真爱体 所以根本没当回事 红居的歌手美将倒是知道 但又因她被男人伤害 而无法相信男人的童年遭遇 选择了默默忍受 也正是因为这段痛苦的遭遇 让她有了一个雷打不动的原则 所以她告诉想爱又不能爱的已婚男小金 从父亲那里她学会了两件事 一个是永恒的爱根本不存在 幸福的婚姻同样不可能存在 第二个是 所以只要小金还没有离婚 她就不能和小金交往 而就在小金准备解释时 她的同居男友美将突然走了进来 一时之间 空气中弥漫的到处都是尴尬的味道 而什么都明白的美将 也只是在给了老板一个新歌的小样后 便匆匆离开了 觉察到危机的百合子赶忙追了出去 美将以为自己能接受百合的多情 但四年的自我催眠 还是会被有朝一日的意外碰见彻底击碎 原来她还是做不到和别人共享运用 整整四年 这还是百合子第一次意识到 一向宠爱自己的初恋要离开自己 此时她意外看到了美将演唱会的宣传单 这才想起了昨晚美将的邀请 明天的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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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瞬间曾经的过往涌上心头 她发现自己还是做不到放弃美将 于是她提前离开了政治家的聚会 拼命地跑向了演唱会 她想挽回自己最爱的美将 但演唱会已经结束了 好在美将还没有离开 她放下了所有的精识 求着美将别离开她 直到美将反问她 那是否有二股辞聚? 如果有二股辞聚会,你不肯定是不肯定 但有三股,你不肯定是不肯定 有三股辞聚,你不肯定是不肯定 是不肯定是不肯定 是不肯定是不肯定 只是让美将没想到的是,百合子竟然真的会为了他浪语为道 第一个要了断的是纯情的教练 但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教练炽热的爱打退了 野村さんはいつも楽しんですね それはユリコさんといるんだもん楽しいですよ ユリコさんのそばにいるとドイツのある物理学者の言葉を思い出すんです 他人のために尽くす人生こそ価値のある人生だ 他总不能让一个如此深情的男人 就这样失去温暖的港湾吧 所以回到家的他 无论如何也发不出那句我们分手吧 但人家美将可不会饶了他 別人了 明天我会估计 大丈夫 安心 只是这样做 真的是太委屈自己那颗骚动的心了 白天上班又经常碰到自己的命中注定 诱惑真的是太多了 还是喝口冰镇冷静一下吧 这时美将来赴约了 后面还跟了一个小美妹 如果一个男人为了你甘愿抛弃弃子 那么你会不会接受这份不伦恋呢 当相爱四年的男友 突然带着一个女孩出现在自己眼前时 百合子保持了应有的克制 尽管美将说这只是乐队新来的主唱 但女孩看向美将的眼神 以及两人友好的互动 还是让百合有了危机感 回到家里 他质问起了美将 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女孩 只是她哪有资格这样质问 二股やってるゆりちゃんに言われたくないよ 这疑问让她一下 愣在了原地 因为害怕男人背叛 所以同时拥有多个男人 百合子你是真的可怜又可恨 洗完澡 看见美将在收拾行李 她一下慌了神 接二连三的刺激 终于让她下定了决心 只是百合子你真的能迷途之反吗 于是她又去找了那个无足轻重的纯情教练 深呼一口气 勇气是有了 但意外也来了 报社这事打来了电话 让她赶回去参加政治家的记者发布会 此时距离解除劈腿期限还剩七小时三十二分 前辈又告诉她晚上得参加政治家的聚会 她一边套着情报 一边还得看着时间 真的是无比胶着 工作结束后 她焦急地赶到了健身房 此时期限还剩一小时四分 好在教练恰好还没走 她一下如释重负 却被来找她的小金结了糊 看了看时间 还剩四十分钟 她有点坐立不安 不过既然来都来了 那就索性先和命中注定做个了断吧 此前私が追いかけて行った人が私の彼氏なんです 一番長く付き合ってて私のことを一番理解してくれてる一人目の彼氏なんです 小金一下就抓住了百合子最心动的点 因为她断定百合子 是那种迷信通过牛角包吃法 来找心上人的天真女孩 借着她又表达了对百合子的思念之情 顺便诋毁了一下所谓的四年男友 而她是绝对不允许 自己的女友和其他男人在一起的 这就叫竖排放 当然必杀技是接下来这段话 不中之中的一件事 不中之中的迷信中的一件事 都店长和人会十字幕不在分架 有个人通过的凝固 全て失っていいと思った 一件事 是 我真是 于是两人迅速地追入了爱河中 能让男人抛弃一切去爱的女人 可真是幸福的不得了呢 第二天她起了个大早 回到了那个和美将同居的公寓 看了看空荡的屋子 她知道美将这是搬走了 这次的她没有歇斯底里 只是拿起了美将的牙刷 淡然地说了句 一个女人一生最大的悲哀 莫过于沦为深爱之人的谢欲工具 百合子目前是这个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因为已婚男小金为她抛弃弃子 让她拥有了这世上最坚真的爱 有了这份爱 她可以抛弃同居四年的美将 尽管前一天她还信誓旦旦地说 自己会为了美将和其他男人断绝关系 现在她要和最后一个男友了断 决绝的话说得毫不拖泥带水 就好像别人只是一个玩腻了的玩具版 至此百合子就成绝世好女人了 她不劈腿 她努力工作 她用美将的牙刷清洗卫生间 然后和珍爱小金共享雨水之欢 珍爱真的是太有魅力了 简单一个喝咖啡的神情 就能让她神魂颠倒 可能好白菜被猪拱 也是一种无法逃脱的宿命 地动山摇的一夜过后 两人纷纷踏上了自己的职业之旅 虽然百合子的私生活曾经有点乱 但在记者这块却是非常伤心 找政治家问情报 就得妻而不舍地厚着脸皮 一次被冷脸拒绝 咱们就来第二次 第二次还是不行 咱们就来第三次 直到客户被你的执着打动 而这位大人物身边的一员 也确实给了百合子一个非常大的机会 让她得以拿到独家新闻 成为前辈口中最棒的记者 只是当她回到家时 却发现珍爱的行李全部搬走了 第二天珍爱发来信息说 回老家照顾病倒的母亲了 就算真是这样 那也不至于上班碰见时 连一点回应都不给她吧 不过珍爱倒也不是彻底不理她 隔三差五的晚上就会来找她 帮她定期活动活动筋骨 然后匆匆而来匆匆而去 她只能不断地安慰自己 珍爱很忙 忙到只有晚上和她做体操 这晚她实在忍不住了 便给珍爱打去了电话 但电话在接通的一瞬间就被挂掉了 在那种失落无助的情绪下 她竟然打给了美将 再次见到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她说 她告诉美将自己现在真的不劈腿了 她本想解释什么 却被服务员打断了 美将说曾经和她一起弹唱的那首歌 如今已经正式发行了 说罢便邀请她一起听 她故意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心里是那些无法割舍的回忆 轟达不上 不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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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将看出了她有心事 但她还是没能来得及说 美将不想当面伤害百合 但并不代表她的女友也不会 美将会 美将不再讨论 美将不再讨论 我讨论 沦为男人的谢欲工具固然可悲 但更可悲的是身陷其中无法自拔 明明所谓的真爱 仅仅只是偶尔晚上来找他 做完体操就离开 他还天真的以为 男人只是因为要照顾病倒的老母亲 所以很忙 闺蜜质问他 难道小金没有父亲吗 没有兄弟姐妹吗 难道就非得忙到只有晚上有时间吗 百合子听后很是不解 你这是什么意思 既然你还在装睡 那我就把你彻底敲醒 小津さんってさ 本当は離婚してないんじゃない したよ いやいやしてないと思うけどな だからしたって 絶対してないって したってば 超高 実は 離婚した 小津さんが言ってた バカじゃない そんな嘘つく男 世の中に何万人もいるよ でもね 私と 小津さんはもう 本気で愛し合ってるの 私に嘘つくわけないじゃん 話になんない 接着闺蜜说了句大实话 結婚舐めてるでしょ いくら愛し合ってても 男は簡単に家庭を捨てないの 百合子很是生气 他认为小金 绝对不是那样的父亲男 不理か 結婚ってね そういうもんなの 男もそういうもんなの 男は 同じ女と何年も何十年も 一緒にいると 嘘ついてまで 他の女と遊びたくなるんだよ 元々あんただと 男のこと信じてなかったじゃん 闺蜜越说越起 直到说了句 非常伤人的话 所詮今のあんたは 不倫男の性欲の吐き口で しかないんだよ 于是百合子也开始 攻击闺蜜 不堪寂寞 結交床扮 清福不自愛 句句戳在了闺蜜心上 至此这段姐妹情 也就彻底画上了句号 何があっても 絶対助けないから 而百合子的身边 从此也就只有 小金一个人了 第二天魂不守舍的上班 抬头的瞬间 恰好碰到了 真愛小金 他急忙追了过去 接着找到了一个 相对隐秘的地方 此刻的百合子 已经完全着魔了 他急切地需要 一个肯定的答案 可喜可喝的是 他还意外收获了 一个惊喜 而更大的惊喜是 此刻的百合子 真是幸福极了 简直就是前一秒 还在地狱 下一秒就到了天堂 接着小金趁热打帖 递上了一份 结婚申请书 长这么大 也是第一次听说 大半夜还能办理 结婚手续的 果然值班的保安说 至此之后 百合子朝气蓬勃 成了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女人 连名字都改成了 小金百合子 而就在这时 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薄島由莉子さんですよね はい ある方からの依頼で あなたを訴えよう と思っています 等和律师见了面 他才知道了 事情的严重性 小津翔太さんの妻 彩子さんの 弁護人をしています お電話でも 少しお話ししましたけども 私どもはですね 探偵られていまして あなたと小津さんの 不倫関係をね 確認しました はい はい そしてあなたには一度 小津さんと別れるように と忠告もした にもかかわらず あなたはそれを無視したので 奥様も訴訟を起こすしかない という結論に至りました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はい どう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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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告 又 不倫を辞めたら 家族に危害を加えると 脅されて 仕方なく同棲していた 百合子簡直要疯了 这不是赤裸裸的人格侮辱吗 他甚至不相信 这回是小津说出的话 他决定找小津当面对峙 小津很真诚地告诉他 この男は別れた妻が得た偽の弁護士 でもその弁護士さん 大物みたいだったよ ユリコ 俺確かに離婚届出したの だからユリコと結婚できた ね そうでしょ 私もそれ言ったの あいつが納得くいってなくて 嫌がらせしてんだよ 迷惑かけてごめんな 一緒に届け出しに行ったろ 但他还是想要一个肯定的答案 本当に本当に お子さんは離婚したんだよね 私たち夫婦だよね もちろん じゃあ抱いて 今すぐ抱いて ユリコ 此時的百合子 真的是可悲又可恨 当看到自己的男人 出现在别人家时 他才知道了 谁才是真正的第三者 珍爱小津 每天跟他按时联系 每晚按时回家 就像调好的闹钟 但每天深夜 还是会离开 而且理由非常充分 甚至让人心生怜悯 ごめん 母親はほっとけないんだよ 今まで誰にも 言ったことなかったけど 実は俺 両親と ずっと仲が悪くてさ ここ数年口聞き出があったんだ でも二人とも 年齡とってきて 今からでも 少しでもそばにて 親子を しないと だから 今は我慢してほしい 作为人家的妻子 他总不能阻碍人家静孝吧 更何况人家还告诉他 本当? うん 一回連れ来 于是小金再一次用自己的爭吵 感化了怀疑他还没离婚的百合子 而百合子也在这时 想起了给小金妈妈求的护身符 等小金离开后 心有顾虑的他查起了律师的身份 他发现这个真田并不是什么假冒活 但小金之前却告诉他 觉得是有蹊跷的他 第二天便通过前辈要到了小金家的地址 即便他再来的路上不停地祈祷 但窗户里的身影还是在告诉他 小金确实没有离婚 而他就是别人口中万恶的第三者 那一瞬间 像是有千万把刀捅在了心口 他心痛到无法呼吸 他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往外爬 直到已在一根电竿旁 但心还是很痛 这时一个女孩看到了他 赶忙上前询问 他连说自己没事 却根本不知道女孩就是小金的女儿 调整好情绪后 他告诉之前要起诉他的律师 在这场事关婚姻被判的当面对峙中 百合子可悲地发现 小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诈骗犯 首先是两人之前提交结婚申请的事 律师轻而易举地就看穿了小金布下的圈套 これには巧妙な仕掛けがあります ということですか この婚姻届を提出した時受付は閉まっていましたよね はい だとするとその場では担当じゃない方が受付をしたはずです はい ケビンの方が 小豆さん あなたそれを分かっていてあえて深夜に出しましたね なぜならば昼間に出してしまうとその場で受理されずに戻されてしまうから あなたは初めからブス島さんとの婚姻届なんか受理されないことを分かっていた なぜならばそれはあなたが結婚しているから いや小豆さん 本当に 受理されたんだよね 受理されたんだよね 後日役所から受理されませんでしたという電話があったはずです そうですよねお父さん はい あなたね それ詐欺って言うんですよ 其次是律師发的警告文件到底去哪了 最后是小金母親病倒的事 此時的小金还在说謊 お母さんまだ良くないの あ あ でも 前よりはだいぶ良くなったかな 多分 ゆり子が買ってくれたお守りのおかげだよ そうか なら良かった もうちょっと良くなったら きっとゆり子にも合わ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思うから 直到她的女儿突然闯了进来 本当から止められてください 大丈夫ですか 大丈夫 私は小津の娘です ママに代わって薄島さんに会いに来る あなたのせいで ゆえわはめちゃくちゃになった 家族だってバラバラになるところだったんですよ 謝っても許さないけどね どうにごめんなさい おばあちゃんもご病気で大変な時に は? おばあちゃん? あの おばあちゃんは二人ともいませんけど パパこの人妄想癖もあるんじゃない? 狂言癖に妄想癖 お姨さん不幸の女のオンパレードだね 真的是可笑 男人没有一点错 反而是自己成了最大恶极的第三者 隐瞞妻子離開家庭 未经允許拿走别人的郵件 利用时间差解假婚 甚至不惜利用已孤的母亲做幌子 百合子 这就是你所谓的真愛 最终律师给出的调解方案是 但即便到了这个时候 百合子还是难以放下 他質問 他一下哑口无言 難道这就是所谓的因果循环吗 此时的他独自一人万分难过 好在闺蜜来了 好在闺蜜来了 行こうがあんたのこと心配だって言うから お腹減ってない? 以为已婚男是所谓的真爱无价 却没想到头来被欺骗被玩弄 反而沦为了万恶的第三者 亲身经历一场并不高明的婚姻诈骗后 百合子突然意识到自己最爱的还是初恋 但初恋的身边已经有了别 演唱结束后 他告诉美将 他说自己一直以来都在伤害着美将 事到如今才知道自己有多爱美将 只是美将却说 我爱你 尤其是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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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合子你其实只是贪恋美将的好 舍不得就这样失去这份偏爱吧 随意丢弃的内衣 失魂落魄的她 曾经象征着婚姻的钻截 彼时像是欺骗过她的证明 都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所以已婚男小金第二天就来找她了 通过牛角包的吃法寻找命中注定 大概是她这辈子犯下的最致命的错误 小金之前可以跟她一样包着吃 如今也能直接捏碎就着咖啡品尝 你そんな食べ方したことないじゃん 啊 やっと話してくれた 実は俺ね 黒和山 いろんな食べ方してるの 食べ方変えないと 黒和山ってすぐに飽きちゃうでしょ なるほどね なるほどねって思ったでしょ 由里子の性格分かりやすいからな 頭の中で考えてることを簡単に読めるよ 何を言い出すんだこの男は 今でも覚えてるな 俺が黒和山吐いた時のゆり子の顔 凄かったもんね 運命の人に出会ったって感じで 凄いが浮かべてさ あ これ落とせるなと思ったよ 白和子 百合子你現在知道 自己当时有多天真了吧 小金这次来主要有两个目的 第一是再次强调 她是真心爱白和子 第二是再次历史 自己絕对会離婚 所謂的因果循環大概就是这样 百合子放不下美匠的宠愛 小金同样也放不下百合子的偏愛 看来愛情说到底 也只是一场关于自私的欢愉 蕴着可愛的内裤 百合子似乎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里 男闺蜜女闺蜜都在 大家彼此祝福着彼此 这时电视里播放着美匠唱歌的画面 她的美匠终于实现梦想了 看她的神情 现在是真的只剩祝福了 只是在她今天上班时 小金突然出现了 如果她消失心 ? 好吗? 根本就被最恨al 所以我和你結婚 我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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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得漂亮 这才是洒脱的百合子 无论爱与背叛怎样循环往复 以后我们也一定会爱着谁吧 只不过被骗过几次之后 这份爱就会加上好几层家族吧 再一次 再来一次 再次 好 再一次 再次 我以為的女性就在一起在一起 你必须要保留我以外的女性就会 你以后不要再去 我以外的女性就会不断 但我以后的女性就会不断 但我必须要保留 在身上的女性就会不断 好多我以後的女性就会不断 好